嘿嘿 小牛奥利 今天是元宵节 小牛奥利一家在家里看电视 狐狸大厨在做美味元宵 牛爸爸想到一个赚钱的好办法 他要做什么呢 他来到了实验室 这看起来不像是能赚钱的东西呀 原来还需要再进行一下加工 哈哈是贩卖车 奥利和凯蒂拿来了贩卖车的装饰 哈哈这下完美了 快把它推出去吧 现在牛爸爸要继续制作做汤圆机器了 从工具箱里拿出材料进行加工 制作完成 去做汤圆吧 糟了 牛爸爸遗漏了一块零件 嗨 瞧瞧 一切准备准备就续了 美味的汤圆出来喽 小树一家欢迎光临 给你们美人一碗汤圆 咦发生了什么 汤圆机器好像出故障了 这是怎么回事 天呐 汤圆竟然变成了炮弹 牛爸爸想去阻止汤圆制作机 不好 牛爸爸被砸晕了 奥利凯蒂正在飞快地逃跑 奥利好像想到了办法 他们来到了实验室 这里有一个箱子 里面会有什么呢 原来是食人花花种 有了 机器还要准备攻击 奥利种上了食人花 哈哈 食人花吃光了汤圆 机器的材料都耗尽了 太棒了 噢 奥利小心 食人花没有吃饱 快躲到树从后面 糟了 奥利摔倒了 噢 天呐 奥利向食人花扔出了糖果 看来食人花喜欢糖果 噢 奥利的糖果不够了 大家来一起喂饱大嘴花吧 啊 食人花吃饱了 耶 危机解除喽 猪爸爸快醒醒 嗯 嗯 现在没事儿了 哦 发生什么了 爸爸 我们种出食人花 吃光了汤圆 嘿嘿 牛爸爸为奥利感到骄傲 下面要修理坏掉的汤圆制造机了 牛爸爸想起了刚才遗落的零件 哦 快把零件拿回来安上 哇 这下汤圆机又可以正常工作啦 嘿嘿嘿 瞧瞧 小猪一家来买汤圆啦 美味的汤圆做好了 嘿嘿嘿 小牛们把汤圆分给小猪一家 哇 哇 嘿嘿 哈哈 元宵节快乐 嘿嘿嘿 嘿嘿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